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妍妍 这节课讲到了泰坦的第五篇 W技能的一个对线使用 相比于泰坦的Q技能 W技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简单了 那这里我们也会就是 虽然它简单,但是我们还是肯定会把它的几种用法 给稍微的讲一下 先看一下它的一个三种用法 一,给敌人造成魔法伤害 二,抵挡伤害 三,重制普攻 这样,这是它的一个三种用法 一目了然 然后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第一个 给敌人造成魔法伤害这一点的一个用法 对线对拼起来的时候 开启W 拼A会对所有敌人造成魔法伤害 打起来不要开着W挨打 多平A 这指上 W在大家很多那种就是没有仔细看过技能的人来说 它那个印象存留于 泰坦的W是一个护盾 可以挡挡技能,可以挡挡,就是可以挡挡伤害 其实它的W也是有伤害的 所以它这个英雄就是我们在前期打起来的时候 开启W 要记得多平A 多平A 不要觉得它这个英雄 因为攻击距离比较短嘛 很多人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平A习惯 它这个基本上就是 你开启W之后 你可以对所有的一个敌人造成一个魔法伤害 这是我们可以用自定义 就一目了然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 开启W之后去A人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稻草人的一个状态栏这里 就会显示 这个单位正在持续受到伤害 那你能看到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状态栏这个方向也有 只要在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盾的一个期间啊 都是可以 给我们A到的每一个敌人 他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持续伤害的 所以在前期打起来 或者说对拼啊 你一定要多平A 一定要多平A 去帮助AD 打一点伤害 特别是那种 有些AD它前期可能就是 爆发不够 或者是说伤害没有那么高嘛 那你这一点就刚好 很好的去弥补了 这些AD的这方面 打伤害这方面 这是它的第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 还算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吧 这一点算是比较关键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点 抵挡伤害 用法 一 看准敌人关键的技能抬手 看 注意 是关键的 因为像抵挡伤害的话 有些技能不痛不痒的 咱们要是把W开了 一会儿他再耍个更关键的技能 可能咱就没有盾了 对吧 所以 就算是 单纯的 挡伤害这一点 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们也要把它用到最好 看准敌人关键技能 就想想对方 你在打之前 最想清楚 敌人这个组合下落 他的哪个技能 比较关键和致命 我开启的一个时机是什么时候 这样一来 你就不至于会出现那种 别人随便放一个技能 就把你技能骗出来的那种 因为有时候 像我讲别的一种时候 也会说 你用平A去骗骗他技能 或者是说 用什么不重要的技能 去骗一下他的这个关键性技能 对吧 可能敌人那种 不仅剩的人 他可能就把技能浇了 反过来 我们打 我没有盾的时候 也是一个道理 然后第二个 看准关键伤害的敌人 不仅要看 他的一个 关键技能的一个抬手 你还得知道 谁对你 就是更具备 一定的一个威胁 可能你 你的装备 或者说怎么样 你的护甲很高 对不对 然后你魔抗很低 这个时候 就算对面的AD打你 其实 那这样一来 其实对面的AD 对你来说 就不具备 太多的一个威胁了 可能就是他的辅助AP 伤害非常的高 你可能就是要注意 他的一个技能 所以那么你就知道 对主要对你造成 一个伤害和消耗 就是敌方的这个AP 就是这个辅助 你就可能就更加注重 他的一个 只能消耗 来去 从而去躲避啊 或者是用盾去抵挡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敌人控制的一瞬间 像如果对面的 敌人 他是 有那个 控制的话 如果咱们交完了 很可能就已经被控到 打一套 对吧 他就跑了 你再开盾 可能就完了 可能就刚好 他在控的 那么一瞬间 你立马开启一个盾 可能就及时的 就把他那一下的伤害 给挡了 所以这个不仅需要 观察力 还需要一定的一个反应能力 慢一点 可能就出现那种 就比如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光辉 你们有时候碰到的 玩的不好的光辉 可能就是 我们是AD 辅助是光辉 我们被打了 他才慢 他才甩个盾出来 就慢了 因为他这个技能 本来就不是很快嘛 所以这个观察力和反应力 都得非常的OK 好 我们 来就来看一下 这个素材 比如说这里 我们能看到 我们这个血啊 是比较少的嘛 但是因为我们有盾 而对面杀戮 这个状态 都非常的OK 然后牛头身上 还带着一个buff 那此时 咱们肯定就要注意的 想的就是 这牛头改上 肯定就那一瞬间 就立马卡起W嘛 对吧 如果是牛头先手的话 那这里 就是我们刚才说 你把那几点闪好 此时谁对你 可能威胁比较大 首先看我们护甲 我们护甲有50多 魔抗30多 奥巴马 他要打我们的话 他因为他是比较 嗯 如果说E上来 一瞬间 这种东西 我们就能反应过来 那像牛头 如果说他闪现啊 什么的 那这种可能就把你控制住了 你就 如果不及时W 可能摁不出来 所以此时 咱们可能更加要注意的是 敌方的辅助的一个进攻 注意自己的站位 可以稍微的去勾引一下他 你看 看咱们的一个位置 一定要注意 就碰到这种你想勾引人家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走位范围 不要走得太远 走得太晚 就算你想勾引他 可能你 你拿不及按进了 你知道吧 你就看我假装勾引他的时候 我的位置 基本上就在这一块去晃悠 哎 你们打 就是说这一点要注意 然后被顶起来一瞬间就立马去开W 那这样你看他刚好给我们定到的时候 哎 那层盾就抵挡了那一下伤害 然后就没死 因为咱们上咱们在这走位的时候 其实心里想着就是哎 坚决头如果要上 立马就注意一下技能的释放对吗 只要提前想到哎 打起来就说不会去慌 还技能交起来A一下 然后往后拉一下对吧 然后等到那个奥巴马的一个位置 再咱们再回头去勾再平 这波哎 我们这么一点血可能刚好就 因为我们的一个盾 再配合上我们的一个钩子啊什么的 就可能可能就会完成一个反杀 他W其实我觉得有点恶心人 因为有时候碰到对面是太坦 他血很少 我我感觉我能杀了 我又可以了 我又可以把这个人头给收下了 然后发现W开起来厚厚的一层肉盾 太恶心了 总是会给人产生一种 我可以闪现月塔 把他给击杀他的错觉 所以有时候在塔下 对面人闪 闪现打你 只要你反应够快 你有盾 平给上去 可能就会完成反杀 这个就是 嗯 抵挡那个 伤害 的这三种用法 就是你要从这几点去 结合在一起去注意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几点当中去完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抵挡伤害 把每一步都做到位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第三种重置普攻的用法 其实这个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 就A完立马在WA下嘛 他那个动作其实看完WA的时候 这个动作都是很明显的 像他这个英雄 不过 有意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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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A一下啊 你看这这沉重的钩子 这是普通的两个平面 我们来看一下 A一下 你看 这个动作如此的缓慢 好 抬起来 再A一下 就感觉挺那个啥的哦 挺慢的 A一下 立马快速的开启W 挥舞我们的这个船锅 再A一下 这会感觉 其实视觉效果上来看的话 确实好像快了一点 不过我还是感觉 泰坦这个瓶也挺挺沉重的 不过 这个东西你们就多用到对线对拼的时候 就可以了 实战 实战也不缺着一点伤害 实战咱们这英雄还是主要要打一个控制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重置普攻 像这个大概就讲的 他对线的一个使用 就三种用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作业 作业就是一点 实战想好W的用法和时机 想清楚他的一个是哪一种用法呢 然后他这一种用法的一个时机又是什么时候呢 那想清楚 好吧 然后我们就下期课见 然后我们就下期课论 然后我们就下期课论 我们就下期课论 我们就下期课论